第一件事就是政棍監察組 有一篇奇聞共賞 而此是一個專貴的立法會議員 扮社會最低層讚寫聯署洪文一篇 他寫著是請願書 但嚴格來說是一篇炮打私利誤報 我的第一封萬民聯署 洪文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的請願書就是這樣寫的 現在先聽了 我會講疑似是誰寫的 但我覺得這份文章很惡毒 請願書 尊敬的習主席 尊敬的中聯辦 尊敬的中央全體領導 你們好 我們是香港最低層最普通的市民 我們請求中央 請求人大 請求政協 幫我們將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個無能的林鄭月娥掌官換調 我們不想她繼續帶領香港走向深淵 林鄭月娥上任以來 香港不斷出現各種事故 先是黑暴的事件 香港是一個複雜的地方 林鄭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危險 毫無察覺 黑暴事件爆發後 林鄭一美的軟弱退揚 導致黑暴越來越猖揭 到最後 被香港帶來巨大的災難 以及最壞的後果 直到中央為香港設立了國安法 換了警察一哥鄧炳強 坐陣指揮事件才得以平息 但是這件事 為香港帶來了極深極壞的影響 好了 先停一停 這是一定要駁她的 為什麼一定要 逐點駁斥她這個爛文呢 就是因為 黑暴事件不是林鄭搞出來的 不是林鄭搞 這是一定要講清楚 還有 林鄭月娥最初用肥仔聰 就是這個一哥 但是這個肥仔聰這個一哥 他當時也沒有其他辦法 因為當時人是很多 你要記住 一開始的時候 他有幾十萬人去遊行 肯定有幾十萬人 他說幾百萬人就沒有 但是幾十萬人肯定有 幾十萬人去示威園 接著大概也有六七萬人在搞暴動 即是佔領那些事情 有六七萬人 警察沒有那麼多人 好了 接著其實 很認真地說 他們搞了很多事情 是越搞越衰弱的 他們那一套 他們又搞了大三百 其實那時候已經有很多市民 神憎鬼厭 他們是越來越少人的 到了後期的時候 一小人的時候 換了鄧炳強 鄧炳強當然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處理 但是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鄧炳強處理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 他也是要驅散的 他沒有辦法 拘捕所有人 他拘捕不了那麼多人 他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Wing Chan說 公開信內容又沒有錯 你覺得沒有錯嗎 你真的很厲害 你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你覺得沒有錯的話 你已經忘記了發生什麼事了 其實 最初的時候 那些黑暴在香港是成了一輩子 在六月的時候 其實 香港是有些問題 最初 他們只是示威 沒有什麼 接著 林鄭最初 是有些進退失據的 真的有些進退失據 就是搞了逃犯修訂條例 但是 這件事 失敗了 其實不是跟林鄭的事 其實是 不可以說是 林鄭錯了 我們說到是 林鄭引發黑暴 一本就不關事 不關林鄭的事 是不關林鄭的事 Rita Ho 又是哪個這麼瘋 待會我們說 二次是哪個 寫的 其實我們收到報料人的訊息 他就說明是那個人寫的 但是 當然我們不能夠這樣說 說明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核審 我們只能夠說二次 二次就是一個 專貴的立法會議員寫的 那 強勝又是問一下大樓 其實要問很多人 現在這麼嚴重 這件事搞到這麼嚴重 Mannock就說有光頭華認知 當然不是光頭華 不是光頭華寫的 不是光頭華寫的 就是這一篇 我收到的消息 就是一個 立法會議員 親手寫的 這個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 Jojo Lee 就說有些像 謀朝散衛的感覺 就是用黃袍加身 借等sir 人頭一用 某程度上是 就是 Judy K.Y.這裏說像戰狼 他是特意寫得像戰狼 但是不是像戰狼寫的 所以這個 這個疑似立法會議員的用心 是非常惡毒的 好了 強勝又是藍定女 我們遲些封面會有 現在我們不會說是誰 大家討論一下 封面大家猜猜吧 大家猜猜吧 好了 接著 又說了 再說一篇文章 武漢的疫情爆發了 香港在第一時間封關 其實香港沒有第一時間封關 這個事實已經是錯的 這個不是第一時間封關 這個是 亂說 那時候 人人都叫林鄭立刻封關 但是林鄭也沒有封關 沒有立刻封關 C Wang就說 小李老美 誰是小李老美 我不知道是誰 他這篇文章繼續說 然後就是萬無期限的等待 沒有時間表 當民怨四企要求政府通關的時候 行政長官表面和中央商討 通關 卻拒絕接受 中央通關的條件 對香港人說 已經被中央提出了通關的請求 是中央不同意香港人回大陸 如此方式來挑撥 香港人民和中央的關係 可見其心 寫得很惡毒 神經病 我告訴大家 其實 挑撥嗎 特首是從中挑撥 其實特首不是從中挑撥 從中挑撥是那些政棍 還有寫這篇文章的人 是用心極其惡毒的 就是馮錦然說 西門拉出來的人 不是 也不是四方豬 植物體也不是 我們收到的消息 就不是說是植物體 我們待會也會說他 其實這個要說清楚 通關這個議題 其實一直都是偽議題 其實香港本來已經很難和內地通關 因為那個疫苗接種比率是太低 其實是害人害己的 真是害人害己的 即是香港 如果 在他們說要求通關的時候 和內地通關了 即是疫苗接種率也是這麼低的時候 根本 很容易是害了內地 我們經常都說 這些根本是你們 有些人很自私 其實一直都沒有封關 只是要隔離 只是要去內地的時候 隔離14天 有時又14加7 有時7加7 是不同的 情況有不同的 都是可以回去的 都是可以回去的 還有回來香港 根本就是回港二 其實本來已經 不是一件這麼嚴重的事 我操淺的看法就是 即是你要隔離就是隔離 你給得起隔離成本就是隔離 接著他們說 不是啊 我們的基層也給不起隔離的 手停偶停 如果你是隔離不了的 你就 留在一個地方 像我這樣 是不是 其實我兩年都沒有離開過這個地方 Vitter Ho說得對 你是猜中了 Vitter Ho 我們收到的消息 就是他 Vitter Ho說得非常對 好 這個人是壞到不得了 他接著就說 今年開始 香港出現了 第五波疫情 這波疫情 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完全是人禍 就好像香港議員何君堯先生所說 對大陸封關的時候 比誰都積極 卻一直保持著跟西方疫情 嚴重的國家頻繁的往來 往來就算了 往來那些人還有特權 可以不用隔離 不理他 誰說都沒用 我行我素就是不聽 導致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 如果在疫情初期 能夠採取果斷有效的方式管控 亦都不至於泛濫成今天這樣 但是他就是不採取任何行動 只是聽取港獨專家的意見 對疫情採取放任的態度 完全向西方看濟 和病毒共存 這裡要停一停 這個是 即是 衰革到不得了 什麼港獨專家 什麼意思 還有人說港獨 哪個專家是提倡港獨的 你就是藐視專家的意見 意思就是 我是很生氣的 因為他說港獨 可能是香港病毒專家 我不知道 其實香港有沒有採取對疫情放任的態度 是沒有的 和現在你對何君堯出來做什麼 何君堯是一條黑衣 沒錯 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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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這樣 你自己寫一篇文章 你對別人出來 你玩什麼 啊 這種小動作 好 就是好像 這個 雍正王朝 裡面這樣 就是說 十四大哥 偽造了 太子 調兵的首領 然後 他偽造調兵首領的時候 也是學 十三大哥的字跡去寫的 是不是要做這樣的事情 現在玩這樣的事情 現在在香港 有沒有有玩 真的沒有有玩 你看到這些人都離譜了 其實是亂港賊 根本就是亂港賊 這些根本就是亂港賊 這些根本就是亂港賊 就是說 有什麼特權 其實是沒有特權的 哪有特權 沒有特權的 這個真是好笑的 國泰那些根本就不是什麼特權 就是說 跟外國有特權 跟內地 其實 上內地 也有些人是可以不用隔離的 傻傻的 這個 這樣對何君堯出來 其實是不適合的 其實 如果你要看回事實就是 沒錯是封關 香港其實是封關的 嚴格來說 如果你這樣說要隔離 等於要封關的話 是真的封關 但是 香港政府其實 一早已經傾向跟內地通關 為什麼呢 因為回港義是不用隔離的 所以這些指控 其實是完全是上綱上線 是衰得不得了 是專門騙一些社會上的盲無 其實 他覺得自己上不了內地 有些人覺得 我上內地要14天 我不上了 我沒得上內地玩 我當然要求去內地通關 事實其實就是 如果你是商界人士 其實一直都可以上內地 一直都可以回到香港 你是有需要的人 可以這樣做 我們弱勢才有需要 我們要親人團聚 親人團聚 如果團聚是這麼重要的 你就團聚在一起住 一家團聚 14天 對不對 一起住在一起 對不對 沒有問題 14天 不是很快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家庭是這麼重要 那你就不要賺錢 很簡單 譬如你隨便一個地方賺錢 有些人說 我在一個地方賺錢 我沒有家庭團聚 那你就要不停賺錢 那你就要不停賺錢 或者家庭的事情 就視像聯繫住 其實這些很正常 根本沒有問題 這個是 好了 你還要說有特權 又是說國泰有特權 就是 林鄭那個我行我素 這個是屈林鄭的 為什麼呢 其實 香港的特首 是要維持 香港整個社會的運作 就不是 只是 好像你們那些議員那樣 只是為自己那些 選民在那裡胡說 胡說 那些根本不是議題的議題 就是說國泰 播毒那樣 其實 事實就是 國泰根本就是要維持著空運 如果不維持著空運 就要內地去支援香港 其實就是 這個是現實來的 你自己也知道 是不是 你們這班人 其實是不是衰到不得了 就是現在 現在 是齊心抗疫的時候 還要傳這些聯署 還要屈特區政府 跟病毒共存 有沒有搞錯 你們這班人 然後 他就繼續說 衰到不得了 真的 真的 寫這篇 聯署的人 真是賤格到無論 那 對媒體就說 採用快狠準的方式 管控疫情 到大量香港市感染 甚至死亡 香港很多市民的死亡 根本跟 特區政府是無關的 現在你就在這裏說 但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是用言語就能膚顯的 哇 哇 真的 這些人 寫這篇很大毒 卑鄙無恥 下流賤格 對媒體採用快狠準的方式 管控疫情 媒體 是散播 反疫苗的訊息 是鋪天蓋地的 哪有管道 不是 他說 你要聽清楚 對媒體就說 採用快狠準的方式 管控疫情 說他做和說是一套 台洋 沒錯 不好意思 跟著 還有 當 習總書記要求 香港政府 他真的這樣寫 我照樣讀 其實正常來說 你如果在香港傳這些文章 你都不會這樣寫 應該會寫習近平總書記 要求香港政府 要將防控疫情 作為壓倒一切任務的時候 他才開始 慢慢地有一些行動 跟各路專家商量了很久 最後決定聽香港專家的 等到疫情尾聲 再做全民檢測 這些也是屈的 為何他們要炒一些偽議題 我們經常都說 你一炒一些 最初炒一些偽議題 就是根本做不到的時候炒 好了 根本 跟著你講的 根本 就是說真的 嚴格來說 就是 你們那幫政棍 說的東西 根本 沒有一樣是行得通的 實際上 沒有一樣東西 是做得通的 兩方就說 香港人不肯打疫苗 死人多是共業 賴政府是找代罪羔羊 其實你們的議員 每個人都沒有責任 現在講到所有的議員都沒有問題 是只有特區政府有問題 這樣合不合數 你看看就知道 不合數 就是他們這幫人 玩政治 就是 只是議員 是衰得不得了 你已經可以看到 很明顯 是玩得很噁心 玩得很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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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o說 他在電視上說了 要中央接管特區抗疫 我知道 所以 那位 寫這篇文章的人 疑似是他的 我告訴你 我也是覺得是可信的 我有個網友來報料的時候 可惡到不得了 這篇文章 你怎麼接管抗疫 你瘋了嗎 喂 什麼叫一國兩制 接什麼管 是啊 Toracef就是19年那幫建制去哪裡 每個人都在那裡縮骨 是啊 是很縮骨的 19年他們都縮了 是啊 是啊 好了 還有他說什麼 好了 他歸促效率 為香港市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疫苗 香港差不多是最早搬到疫苗的地方 最早叫大家接種 老人家是優先群組 那怎樣是歸促 那怎樣是歸促 你說為國家也帶來很大的麻煩 絕對不是歸促 然後就在香港疫情肆虐期間 他任用皇冠 誰是皇冠 誰是皇冠 這些真是賤格到無比 我覺得都是外責者 做得官的 要宣誓的 是啊 他說他任用皇冠 導致中央建的方艙醫院 一個星期才入住兩百人 最初根本沒有一個星期 這兩天是住得少人 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沒有準備好 還有 是要福檢的 我們都知道 寫這篇文章的人 知不知道呢 如果他是議員 他一定知道 但是如果他扮演一個基層的市民 就可能不知道 他是扮演的 這個混蛋 為什麼有人說 我經常說粗口 用混蛋去罵人 全家產不是粗口 他是全家都是家產的人 這個是 做了這麼多年議員 Veronica 夠膽寫的名字 他不是 我告訴大家 他專門簽名 還說為安全可以簽網名 這樣寫的 我告訴大家 是離譜得不得了 現在有人爆他 是他床頭露尾 其實是他身邊有些人工作 看不過眼的 爆他的 是啊 這個是可惡到極點的 這幾十歲人 做了這麼暑貝的行為 是很暑貝 他說 一邊就是中央援建的醫院空著 一邊就是 染疫求助無門的市民苦苦掙扎 現在我要說一件事 方艙醫院 其實都沒有建好 最初現在都建了那些 都是隔離設施 方艙醫院 要有中央 派下來的 醫護人員幫忙 才可以做得到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人們都沒有來 就在罵 其實 你們這些議員 在香港在搞什麼 其實在香港是 好了 他說 人民 自己檢測 自己隔離 自己買藥 自己治療 喂 是不是真的 這件事有什麼問題 我也不明白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輕症 打了疫苗的人 自己檢測 自己隔離 自己買藥 自己治療 是沒有問題的 你打了疫苗的話 可以的 喂 根本上99% 都是輕症的 如果你打了疫苗的話 你說什麼 接著 好 衰得怎麼樣 這個是搞分化的 接著就說 後來 鄧炳強局長 月級操作 還要專程寫錯字 你知道嗎 這個人 真的假裝基層 假裝出位 有很多錯字 他扮演社會最底層最普通的市民 他說 鄧炳強局長月級操作 用消防車接送患者 才使得方艙醫院 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這個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那個 清醫的隔離設施 根本 你說是方艙醫院 我也不知道 是怎樣 你說 那裡是叫方艙醫院 我真的打過問號 接著他說 實實在在幫到市民 這樣才 是鄧炳強的月級操作 其實事實上 這個我們也解釋過 根本就不關於月不月級操作的事 真的不是月級操作的問題 其實是 絕對沒有關係 其實是 托拉席就說 之前又說 架空鄧局長 現在又說 鄧局長 就是架空了之後 才可以月級操作 架空了才可以月級操作 架空了才可以月級 就是因為會不會是 他曾經是月級操作 所以要架空他呢 這些是衰革到不得了 我看到他就很生氣 接著他說 國家和民間團體援送的 醫藥物資 被黃醫官以不合香港規定 而拒收或銷毀 這個是屈的 其實是 現在他根本又說這些 醫務官員 是黃冠 和銷毀 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事 其實之前已經辟過搖 還有 那些口罩 不是因為不符合香港規定的 然後 他們竟然這樣說 他們根本是造搖 造完搖之後 就說 後來在媒體和輿論的壓力之下 才勉強有所改變 勉強? 你們造搖 做完搖 還可以說 哇 在媒體和輿論的壓力之下才有改變 哇 好了 我告訴大家 這班人擺明是扯特區政府後腿的 對不對? 哎呀 真是 可惡都不得了 好了 接著 市民都在討論這個行政長官 其實心是王姓的 不然不可能任命主張躺平的皇冠 來主管這個抗疫工作 不可能為了小部分壞人而犧牲香港廣大市民的生命和健康 不可能拿著香港的法律保護港獨而不顧大多數人的死活 哇 你是不是瘋了 你們自己 不去打疫苗 自己大佬 都叫不到去打疫苗 他哥哥 怎麼死 就這樣寫這些東西 心腸很大毒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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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底林太英指派 等sir 負責管理設施 隔離設施 是不是瘋了 有五道市民 是的 這篇文章就是五道市民 所以疑似寫這篇文章 專貴的立法會議員 是黑衣中的黑衣 靜棍中的靜棍 唉 真是離譜 靜棍大家互相鬥瘋 看看誰出位一點 現在做的事情 這些藍色反黨集團 說得對 即是揮的 這些藍色反黨集團 是可惡到極點的 但是 各個群組 卻出現很多網絡水軍 在打壓市民的聲音 網絡水軍 不管誰發聲不滿 立即進行打壓 這個和西方的手段 多麼的相似 喂 不是 是你們打壓支持林鄭月娥的聲音 而已 可惡到不得了 那 現在要 講一講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就這樣說 現在 香港陷入空前的災難 他說 香港連家 空氣消毒車都沒有 坦白說 空氣消毒車在香港 就真的一點用都沒有 這些 這些 我都不知道要想些什麼 如果你是在香港的街上消毒 就能消毒到的話 你真的 腦子也有些問題 說這些 他說 做不到和不願意做是兩回事 這些 這些又是辦法總比困難多的 那些全家產的事情 只是那些全家產的議員 才可以想得到 每個月 坐耳代幣幾十萬 全家都是家產的議員 有些人說我們說粗口 說全家產 我們還要說清楚 是全家都是家產的 他們 我不是說他們就去全家死 他還要這樣寫 疫情發展到現在 我們已經無話可說了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批人 一批染疫 一個一個離開 離開的人 九成都沒有打疫苗的 你們說什麼 你們這幫人 很賴 不打疫苗才是罪魁禍首 接著他還說 因此我們香港 廣大市民請求中央政府 為了香港的前途和未來 幫我們換一個 有能力有擔當的 真正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吧 反特首反中央 結論就是要 現在搞什麼 你看這幫人 不是只有他一個衰 當然這些正棍 香港是多到不得了 但是 萬一說 除非 消毒車應該要先消毒下 他的鼠腦 就是萬一說 也說 坦白說 那些街道消毒車 不可以幫到疫情防空 最主要幫助減低死亡率 其實一定是打疫苗的 結果你們在議會上說什麼 又要申請說要國藥來香港 就是有些人跟你說我不打疫苗 我要打國藥 你就申請要打國藥 為什麼你不跟那些市民 支持你的市民去說 科興和國藥是一樣的 為什麼不叫他們去打科興 你害死了多少人 可能你是好心的 不過你在做很多壞事 這位疑似 寫這篇文章的 尊貴的立法會議員 可惡到極點 真是衰得不得了 這些是衰得不得了